理財顧問Thomas Koppelman近日在文章提到 很多人處理個人財務問題時 往往見樹不見林 他提出五大範疇 如用心改善 可有效理順財務狀況 1.反向預算 多數人特別是年輕一代 都不願花時間準備預算 因為過程沉悶 反向預算 或為解決之道 不作預算的主要問題 是日常必須消費以外 當見到現今 就躺在那裡 不用白不用 難免過度消費 儲蓄投資不足 反向預算 免確雞毛蒜皮的紀錄 只需仔細計算一次 每月的固定與浮動開支 以後月份則設定一有收入 除生活所需部分 預款自動 以往儲蓄投資戶口 先傳後用 自然絕不再成 月光軸 長期變化將極大 2.增加投資比率 Kopelman認為 很多投資者尤其年輕人 較注重選擇投資對象 然而能持續將較大比例的收入 儲蓄並投資 長期效果勢必大於單純選中對象 增加回報 或許以目前收入 要提升投資比率困難重重 Kopelman建議等到有幸獲加薪或獎金時 先不要急於消費 提高生活水平 而起碼保留一半 填補日常難以提升的投資比率 他指於整體投資率遠低於收入20% 而保留更多逐步追回 長遠才能見到效果 3.開圓斜線自我投資 雖然折留是整理個人財務的起點 但中有上限 某一刻減無可減 投資回報外 反球諸己增加收入 才能更進一步 自我投資以增進本業技術 是一大途徑 而未到這階段 也可善用現金網絡 短期靠零工經濟增加收入 擴大投資本金 4.建立堅實財務根基 Kopelman指出 先完成三項要務 才可打下穩固根基 無後顧之憂地讓投資滾傳 他們分別是保留能應付 3-6個月開支的緊急儲備金 清還累積的卡債斜線高利息債行 足夠的保險 否則當出現意外 容易累積債務 利息開支將令投資回報大打折扣 整體表現反而倒退 5.培養好習慣 Kopelman認為習慣就是一切 幾乎決定所有事情最終的成敗 他建議趁早培養好習慣 因個人理財的主要障礙 就是控制自己 值得聚焦的習慣 包括量入為出 別衝動購買不需要斜線不想要的物品 堅持投資 不要聚入快速致富的陷阱 激制買入種種顯示身份象徵物品的慾望等 做到上列數點 自然大大推進個人財務狀況